可不可以大胆地说 套用这个思维 譬如今个星期会公布业绩 譬如苹果 譬如Facebook的母公司Meta 预料会差 但是大家又会调转炒 可不可以现在又买入这两只股份 又真是很视乎股价走势是怎样 你见到Google和Microsoft 昨晚出业绩前就在跌 所以变成你出到业绩之后 原来是顺遇期的 但是街上可能是Buy on Bad News 没问题了 照买上去 还有有点跌定先的 因为你见到前几天 应该是Snap 还是上个星期 Snap出业绩不是炸到差彩 其实你见到相关 可能跟广告收入关的Google 已经先放下来 所以变成再出这个坏消息 它还要放到尾来出业绩 就是Google 所以变成大家就觉得 变成了预期但没什么的 就买上去 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你说可不可以套用在 可能Apple或其他的巨企 其实我说不行 但是问题又要想多一重 就是说原来现在有个先例 就是Google和Microsoft 原来出了业绩 差的都会升 那变成了Apple会不会先限定呢 变成了业绩前 可能我先炒上去 变成了如果先炒上去的时候 如果业绩又不行的时候 又可能会变成了 所以经常都说 就是炒业绩这些东西 是一门危艺术来的 就是很视乎你业绩前的走势是怎样的 就是很简单 你问我业绩前如果抽上去 我就怎样都不会博了 因为始终你一定会 承诺了有些乐观的情绪 对于业绩的 那你说如果跌下来的话 来出业绩 我就觉得反而可以博了 所以真的好看 最后一刻究竟他业绩 出之前的走势是怎样的 是 比如又要问白一点 比如Meta就做得比较差 如果你说博业绩 是否比Apple直博呢 其实我想Meta都应该 不会太过之好的 因为你都是做一些 广告收入的那些 他都应该不妨是英俊的 很视乎他最新的股价走势是怎样的 不过Meta都很久没看 是 就是自从他上一次出业绩之后 是 你已经彻底失望了 没有 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板斧 是 就是你离不开他的 Facebook那些 其实是继续要用的 是 但是问题是 好像没有什么新东西 或者你 元宇宙现在都没有 就是已经不成气候了 就是之前就炒到 未成气候了 是很长远的投资来的 是 那变成了 你作为股东 你和他一起捱 是 我不是股东 我等他有得玩的时候 来了了 我才和他砌 所以你看到上次 就是gap down之后 其实都没有什么 怎样特别升过 就是我觉得 你炒Meta这些股票 就是可能是 博业绩 就是好像现在低位了 博业绩一下 打一打上来 那一只 就不是说 怎样 就是 为之看好 除非他真的出份业绩是超正的 那就另一个计法 但是 眼见就应该不会太好 是的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还有我们在checkroom里 立刻 战神360就回应了 他说英同堂牛 他说炒业绩 就十倒九输的 哈哈哈哈 一个打和 是不是 是不是 也不是的 是不是 也不是的 有时候业绩的东西 怎么说呢 首先你炒美股业绩 你首先要熬到眼睡 是 就是 经常都说的 如果你倒业绩的话 你一定要尽量将那个持货的时间 减到最短的 就是你说 如果我昨晚临睡前 可能我十二点钟睡 我先买好Google 谁知道原来你已经在十二点至四点那段时间 再放下来 那你就已经硬吃了那四个小时的跌幅 是 那你就变成了 你便体验不到你博业绩那样东西 就是可能你等到 你教定闹钟 三点钟起床 起床就卖了 然后就等开股 那一刻才知道有得博 要不然就是这个东西就难博一点 也不是的 我看到有些朋友博业绩都博到的 是吗 你觉得在你身边的观察 就是什么类型的人 就是我们经常都说投资 除了看公司之外 都要看自己 哪一类型的人博业绩 赢的机会会比较大 我想是自己律性的问题 就是可能你说 你选择来博的 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些少认识 我觉得这家公司可以的就博吧 但是通常我看博的 都挺叫做什么 就是那些叫做机械式操作的 是 我就见他跌下来 我就博 不管 博了先 就是总之这家公司是否好还是坏 就是有些朋友说 META是不好的 是垃圾来的 我们不博了 但是原来META有机会 真的出完业绩之后 又抽回上去 而且你要记住 不会每个都会中的 就是我觉得你是 可能不叫做 怎么说呢 10只中6只 那你输4只 那你都赢2只 我觉得是这个操作方法 而且不要赢了之后我先加大注码 就是有些就说我中了 让我倒下去 就是大一点 那可能一棵就已经输回了 之前那些 那我觉得 你能赌业绩的 都是均注去做 是的 这样去 是的 我又觉得 诶 你赌业绩都是5050而已 又不会十赌九输的 是的 好 唐牛那个关键是 就是如果买业绩 它就叫做赌业绩 是的 就是赌博的成分 是的 这个是真的 是的